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中原集團的施老闆,施生你好 你好 今個禮拜,市場仍是回落 大約是26,000至25,900美元,在增持 不過今個禮拜,成交相片低跌 因為差不多是國慶假期 上個禮拜,我們跟觀眾說 施生說應該是看28,000美元 我沒有改變我們的想法 最好當然講完的市升 好像說中了,但我講是在第四季 我當時的說法就是 不利的因素應該陸續在價格上反映 現在就落到500點 當然 500點只有2% 其實9月計算,仍然是正數 但是 形勢 我又看不到形勢 會有 很大的惡化 最多你說 沒有 好快好轉 這件事,我之前都有估計 情況好像在拖緊 政府也好 或者北京的態度 都是 未能夠用 迅速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他唯有 等時間過去形勢 過去 即是形勢 慢慢轉向對他有利那邊 我相信這個時間 不是一兩星期 能夠在第四季 開始 好轉 已經 算好了 因為 我跟有些人談 有些人說 好像看不到 看不到又出路 究竟會否平息 因為有些年輕人說 施生 你知不知 你都很離地 你說 人們 整一下整一下 就會逆轉 他說 他在他身邊 沒有一個人逆轉 反對的 繼續反對 沒有動搖到立場 我不是說 你 這些 激進的人 很快會逆轉 我現在 大家是慢慢溫和的 中間 你不能夠 一直這樣下去 大家都要 向前望 經常都糾纏在舊時的東西 如果糾纏下去有結果 會糾纏下去 糾纏下去也沒有結果 大家就要繼續走 我看即使是傳媒 如果你 日日都報導 同樣的新聞 同樣的畫面 報下報下都沒有人 報下報下都要報新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 本地的情況 會變 不需要時間 需要多長 長 半年 短 一季 如果一季 在今年之內 就會見到一些明顯的改變 所以不是立即改變 這個是 我整體的估計 如果 大家都發覺 糾纏在過去 是沒有益的 沒有進展的 都要 邁步向前 這個是 我相信 政府現在的策略 我們幾乎不改變 又不割席 又不改變 要看時間 會令一些改變 現在 我相信 對方 是這種態度 因為 如果你說短期改變 可能要採取強硬手段 引來 一些負面的 後果 如果不想這樣做 唯有 等時間來改變 這是 我的估計 當然 我的估計 正不正確 大家自己分析 大家可以留意 顧壇思見 不要人說你 立即去投資 取行 錢是你的 賺了你 不會分給我 輸了 亦很難向我追究 所以提醒你 很多朋友都明白 即使本地的情況 可能會慢慢好 似乎很多經濟活動 都開始差 很多人都擔心 現在投資 買樓 買股票之前 覺得 經濟已經開始出現下滑 就算本地情況好一點 會不會是香港整體經濟的比較大挑戰 經濟會受一定的影響 譬如 內地遊客少了 旅遊熱、零售熱、參與 很多人都會受影響 很多人說國內有些仇港的情緒 大家怕以後沒有人來香港 我上次也有提出另一個觀點 香港的特殊功能 大陸都取代不了 金融地位 金融地位 即是獨立的關稅區的地位 都是大陸想保持 所以這一刻 大陸民間有一些 對香港 不滿的情緒 我都理解 但是 中國政府還要香港 現在 由人民 表示不滿 某種程度 向香港 施壓 如果 每個人都不喜歡香港 你又沒有生意 你要考慮 你的定位取態 好了 到過了一段時間 如果他想 香港扮演 剛才我說的角色 如果要搞金融中心 他亦不想 香港 只是金融中心 零售業 旅遊業 那些 全部死亡 普通 基層的工作 就沒有 我相信 他都要 切法 恢復香港 一個健康的狀態 到時 大陸是 國家一聲號令 就說 繼續要支持香港 又放人下來 我認為 他不會搞到香港 養不住七百萬人 尤其是地產 就相對容易 支持 因為 大陸還有很多人想在香港擁有民益 只要政策上鬆鬆 錢就會下來 所以 大陸還要香港的話 地產 容易支持 至於 股票 都是錢的問題 人就麻煩一點 人會 有自己的想法 有改變的過程 錢 政府 貨幣政策 國家隊 亦都可以有些好處理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房地產金融是他會 撐住的東西 隨著時間改變 他都 不想香港 受創過多 這個亦都是 我看到地產跌得不多 有一些 移民 他手上持住的樓 都不賣截 他都願意遲些 可能有人是接的 所以 我自己覺得 整體經濟 影響於短期 你實際上看 香港 雖然說 香港沒有法治 某一個時段 某一個位置 在抗爭運動進行 的特殊情況下 你可能見到有人不遵守法律 有人做破壞 但是與此同時 其他地方 正常的商業活動進行 大部分人 都不至於 說有很大的恐懼 只不過 聽到遺泰之澤 不去那邊 但是 很多生活都進行 我 見一些食肆 禮拜六日沒有事 那區 起碼本地的生意 都好 香港依然會 成為一個 以普通法為基礎的 商業活動得到保障 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大部分人依然可以 自由自在地生活 你別說 他教導我們 連這個也沒有 不會 我相信 如果 一定要搞到 大部分人 連這個也沒有 他又會失去支持 所以我認為 暫時 某段時間 局部地區 受到破壞 不是整體地受破壞 所以 不用擔心 怕樓價被攬炒 我自己 剛才說了 準備移民那個人 我叫他賣樓 他都不賺賣錢 現在的價錢 不好 你看 如果你說 人們真的沒有信心 你現在買層樓 小小的 四、五百萬 最小、最舊 普通 六百萬以上 一千萬都不是很漂亮的樓 一個人做一個這麼大的投資 過千萬的投資 一公公 二十多年 三十年 他對前景 如果完全 沒有一個 評估有一定的信任 他不會投資 最近中原 城市指數 是持續下跌 有一個好處 就是9月份 我發覺二手市場成交增加 跌了 10%左右 開始有承受力 承接力 有人開始賣 因為 我自己相信樓價可能還會跌 指數 因為現在 不是全部都跌10% 所以拉雲都是 3、4% 朝向10% 方向走 但是去到這些位 開始有人折 一個用家夠膽去賣 另一個 現在租金 不是怎樣跌 舖位 寫字樓跌 多一些 住宅 江需 租金沒有跌 租金沒有跌 而樓價跌 多10% 之後 回報率就升 升 如果到處 解釋 回報率 上升 投資的吸引力會大 所以 樓價會否爛炒下跌 我覺得這個水平開始有承受力 OK 明白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施先生 大家記住 施先生說 未來三至六個月 應該股市可以看好一點 28,000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施先生的股壇事件 歡迎去到以下的網站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